我們出去了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到了禮拜四 我們今天又到了跟尾漢一對一的時間啦 尾漢 什麼意思 不知道該講什麼 今天蠻多新聞的 我問幾個我們沒有挑到正題的 盧修彥說他當市長的時候 被人家摸屁股 但當市長 誰膽子那麼大 而且那個人一定是類似像那種賓客跟得獎者 因為他們一起照相 照相的時候 手放在他屁股上 會不會有不小心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就是說可能他習慣的就是 每一次只要跟女生照相 手都放在屁股上 膽子真大 市長不是有隨乎嗎 所以這個隨乎沒有發現 失職 所以我就說為什麼隨乎沒有發現 所以一定不是不是那種很突兀要照相 應該說不定是頒獎典禮對不對 就是水務沒辦法站在台後的那種 細節我們就 我再來問秀燕姐 但他今天把他講出來 因為我本來以為是他說當立委 當立委一定會被摸 當明代一定會 當立委一定會被摸 一定會啊 我跟你講很多啊 很多立委都被摸啊 你跑團的時候 豬哥票一定會摸你啊 你還不好意思拒絕 李衛就敢摸 李衛絕對有 我跟你講我發誓 女立委沒有被摸過的 就是應該不多啦 就敗票一定會被偷刺 就戒酒 戒酒 戒酒裝瘋 是這樣啊 或者連清醒的時候都跟你摸 但是市長我倒是第一次聽到 所以對對他們來講 他管你是市長立委還是議員 對啊 他就是 有機會他就下手 對不對 色大包天 這題沒有挑到也對啦 不然要怎麼評論 不知道該怎麼評論 就是只能跟他本人連線 不然怎麼辦 怎麼評論 這種事情 現在最新的是地球公民執行長 也被控被指控 哇現在是連保全啊 警衛啦 然後這個執政啊 這是上至國之三公 下至顧門口的 全部都被捲進來了 現在連地球做環保的都加死 唉 沒完沒了 可是這樣子反而稀釋掉了 我覺得你反而 比如說林非凡就完全躲過去了 然後民進黨這一些該做 該檢討報告 比如說第一個 第一樁的 那個導演的事情到底怎麼回事 就沒有人追蹤了 然後賴清德的責任也沒有人追蹤了 我覺得賴清德現在是民調到底會是怎麼樣 我覺得非常值得關注 你上次說信燒事情會讓他跌5% 可是我個人覺得他已經跌到不能再跌了 因為剩下30%應該都是始終的 我跟你講 你現在講 這是我要說的 我在節目當中講說 我不知道會怎麼樣 我覺得應該會跌 會不會跌5% 會不會跌10% 我是一個問號 你是問號 但標題出來是驚嘆號 來不及解釋 你願意去看 你就知道我的說法是 因為那如果沒跌呢 如果下次再做 已經經過這個事情之後 還是三十五呢 就代表第一個他切割成功 第二個代表可能大家不是那麼在意 第三個就是太多期了 以後傷害就整個模糊掉了 亮哥來了 對不對 來了來了來了 亮哥來了 有 剛剛逸廷有跟我那個 不是我怕 他們現在就怕說 你會被捲入信燒 那個me too風波裡面 想說保護你 對啊 現在動輒輒就不能開玩笑呢 現在連講一句來來來來 亮哥坐我旁邊 以後我帶你進市府 都被告信燒了 對啊 老沈在尾翰那邊說來來來 克萊爾過來都沒事 這個就算了 現在這樣都算了 有這種樣態 今天最新的那個受害者是盧秀燕 我們中午還討論說 那以後盧秀燕 盧秀燕誰敢偷摸他 他說他當市長的時候 摸屁股呢 當市長的時候 當市長的時候 當市長還有人敢 以前我們被害者都要馬賽克 那以後盧秀燕受訪是不是都要馬賽克 那這樣盧秀燕搞不好也有 可怕 連盧秀燕都有人敢 你笑大聲一點 太可怕了 那這一題大概盧秀芳不會討論 蛤 有啊我們就是先 綁星出產收 deliber 板橋知名的幼兒園 毒害他们自己的这个学童 这个事情今天第二度的搜查 那为什么这个事情已经爆发一个多月 今天第二度搜查 把这些家长师长都带回去 八位师长包括他们的工作地点住处 全部都重新再搜一次 那其中包括园长都被带回去了 那第二波包括他们的园长老师都有 其实在五月十八号的时候 就已经有第一波的搜查 当时只有一位造性的老师 他被教育局给停止了 另外四个嫌犯送办 那后来是两万元交保 当时是这样办 那一般人的尝试 如果当我们的小孩 我们的幼儿被下毒了 这是天大的事情 那五月十八号已经有第一波的搜查 也把他们做这个送办了 后来是两万元交保 其中一个老师是停止了 这个老师听说他任职 在这家公司里面 在这个幼儿园里面工作 大概是两年的时间 那如果是天大的事情 为什么会隔了十几二十天之后 第二波扩大搜索跟约谈 新北市政府现在今天出来开记者会 一开始发各种缩帖 然后下午再开配合议员开记者会 一早他公布出来说 有有有有我们全部后来 受检有二十八个血童 新北市政府说不是每一个家长都愿意接受检查 那愿意的有二十八位 其中有八位是微量的反应 那其中包括四级的毒品 还有另外一种是三级的毒品 这个毒品都会造成血童致力的伤害 还有情绪非常严重的波动 那他说成立一个单一的窗口 可以建立这个协助就医 还有一个重点 因为拖太久了 这些毒品可能在身体里面 七天之内就可以代谢掉了 那怎么办呢 验毛法 但是他说验毛法必须由检调单位来验毛法 新北市的教育局说 现在总共在里面有六十七个小孩 有十二位的家长已经带去做检验了 市政府逐一去问其他五十五位 所以才有上面的这一个结果 现在网路上流传了一篇的这个家长 这个关系人的这个对话 他说他朋友的朋友的小孩 就是念这一间 他讲三个重点 他说他小孩进去 变得脾气很暴躁 很容易生气 验尿里面居然验出了毒品 他们认为这个事件背后 有一个人背景非常硬 另外一个重点 他说其实连幼幼班大班中班 通通都有人遭殃 他说只要不乖 就会拿到一个彩色饮料 彩虹的药水 老师就会拿很漂亮的饮料给你喝 让你变得比较乖 然后还有个重点 他说现在这些小朋友不是幼稚园要关了吗 要倒闭了吗 那这些小朋友要转介到其他的幼儿园 听说现在很多幼儿园不接 因为他们担心这个小孩很难教养 这一个大事迹也是新北市政府公布了 有几个问题 现在包括明代还有包括家长都说 他们早在四月底的时候 已经打了1999通报新北市政府 但新北市政府坚决的表示 说他们是五月十五号才接到通报 这个有一个严重的时间差 那时间差到底怎么回事 现在可能新北市政府要好好出来解释一下 但新北市政府没有我们就是五月十五号 而且一开始所有的该做的程序 都是立刻启动 好就算先看新北市政府 五月十五号接到通报 怎么会五月十八号才去搜呢 隔了三天 三天后才去搜 然后到二十二号已经隔了一个礼拜 才说我们有一个窗口可以免费验 但是因为大家意见不一样 最后真的验的时候是六月零五号了 从五月十五号接到通报 到真正来采大规模验 主动验 是六月五号了 所以现在当时怎么隔二十多天 那该验的东西都验不到了 那怎么办 毛发你又不愿意 到底发生怎么回事 好我们现在都不要分政党 因为这跟小孩的命息息相关 不要再去做政党的攻防 有立委就说家长早就四月底 就已经通报市政府 甚至有一说说四月中 就已经开始反应了 有一位江信的家长六月二号 因为这中间已经有很多民代 包括民政党包括民进党都要开记者会了 那出来就告诉大家说已经开了三次 其中有一场有一个被害儿童的这个江信家长 说我小孩今年四岁 两岁的时候他就来这边就毒 就开始出现攻击 会抓脸 自己身上有很多奇怪的伤 情绪不稳定 我想说可能小孩还个性 个性小吧 这个年纪小 个性有问题吧 后来最近才去做检验 居然有毒品啊 你现在怎么不验头发 你只有验血跟验尿根本就验不出来 你拖太久了 他说早在今年二月四月的时候 家长就开始有人讨论说 有人去验出来 已经有验出毒品了 现在有更多的遗警已经揭露出来 小孩说只要上课不乖 老师就会给他喝彩虹药水 让他们变得很乖 那原本警察第一波去查的时候 有监视器 他说老师给他看 说你看你看 我们现在给他喝的 都是家长转来的感冒药物 但是后来检查发现 不对啊 因为关键的 大家怀疑的四月之前的画面 怎么都被删除了 所以现在检方要开始去侦查 这一个部分 第二波的说手 八个人的 刚刚讲到八位老师师长 包括园长 他们手机对话 全部都把自己 自动的把它清空了 是心虚吗 然后刚刚不是讲说五月中爆发吗 五月十二号的时候 原方就宣布 这个房中要收回去 所以他们宣布歇业 这到底怎么回事 孩子的命拖这么久 韦翰 刚刚耀州已经讲得很清楚 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事件 为什么 因为这个牵涉到孩子送到托儿所去 居然可能是被 我们现在讲中华民国无罪推定 居然是被为毒品 为那些可以镇定的药物 让他们能够好管理 跟睡觉 家长是发现小朋友 易怒 回去以后哭闹 然后甚至会有不正常的状况 二月就发现了 今天已经六月了 二月到四月 有这些纷争也好 你要去了解一下 先假设一个状况是 这整个幼儿园的家长 就故意要给侯友宁难看就对 因为在新北市嘛 还是说他们故意要给这个幼儿园难看 那你四月的监制器 为什么没有 那为什么二月到四月 这个家长跟幼儿园反映之后 他们开始有一些冲突以后 到了五月十二号 这个幼儿园才公告说 我们只做到七月 我们就不做了 你怎么你怎么先前 应该通常是这样 因为我三个小孩都去过幼儿园 如果这个幼儿园只做到这个学期 刚开始就告诉你了 爸爸我们这个幼儿园 一年前就跟你讲 我们那个是大楼要 要规划 你要疏散到别的地方去 所以他就跟他讲 我们因为大楼有整栋大楼要拆 我们只能做到这个学期 如果你没有办法完成整个学年的话 你可以到别的幼儿园 哪有说二月到四月发生的问题 学生家长通告以后 然后又打一九九九也是四月 然后到五月十二 原方才突然公告说 我们七月底就结束营业 我们不再不再收学生 我们就结束了 然后才到五月十五的时候 市政府才真的发现说 有家长来乘请 可是家长明明讲 四月 四月初 不是四月底 四月初就打一九九九 二月就发生问题 三月就去查 四月就跟原方翻脸 然后就打了电话 都没有下文 现在新北市政府给的 我们的这个流程 或是说一个说明的一个说帖 是五月十五号才第一次发现 那发现是因为前一天 五月十四号 人家已经到警察局去报警了 五月十四号 五月十四号的时候 家长已经去海山分局报警了 不然你以为市政府 为什么五月十五知道 所谓的四月底打一九九九 有通报 这个到底存不存在 家长就想有打 所以你现在市政府要出来 跟他财信 你为什么四月底的一九九 而且一九九根据我了解 他里面都有通话记录 虽然录音或什么 他可能不是每天每通录 他一定都有留下 那家长恐怕要讲 他正确的打电话的时间 他去查通情 所以新北市府 现在先跟大家讲 家长讲四月底打 四月初打一九九九 到底有没有 四月底 没有 四月初就有打了 四月初就有打了 如果你看完 因为他家长已经 太多个家长了 那你这样看起来的话 刚刚耀州讲 没错了 这个跟蓝绿是无关 可是新北市政府 现在被一群家长 集体质疑 就是有点不是那么积极 那你回过头来 是什么事 是小朋友送去托儿所 当然会有一些小朋友生病 有些那种药水什么 那有可能 因为我有小朋友感冒 会送去 老师会针对他 可是学生 回来跟家长讲 是所有小朋友 睡午觉之前 通通都要排队 只有一种人喝不到 什么人你知道吗 就是早上不乖的 早上不乖的话 好王小明 你早上捣蛋 那中午就没有乖乖 药水跟你喝 他是坏了以后才没得喝 好的话 大家奖励 全部都喝 全部去睡午觉 他是给乖的喝 乖的才有喝 坏的还没得喝 所以你就知道 你这个讲完 要小朋友回去跟家长反应 那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西北市政府的动作 确实 因为这个是攸关 学校是不是真的给了小朋友服用的 这种不应该服用的东西 巴比陀 会让小朋友 他基本上是毒品 巴比陀 外号叫命不妥 利渣小朋友喝完之后 他如果他就会有成瘾 他如果断药以后 他会易怒 他会抽搐 幼儿园小朋友在滚毁 三岁 五岁 六岁 你这样子 家长一定受不了 那这种情形 我拉回来了 虽然说不讲政治 我觉得侯有宇 现在的问题 不是什么民调低障 他应该 因为他现在是美市长 他早就应该停止 所有政治活动 立刻到这个幼儿园小 而且他是以前是检政署长 亲自召开记者会 到现在为止 侯有宇本人还没有开这个记者会 都到教育局 或是他的发言人 我觉得侯有宇应该要正视这个话题 因为可能会对他来讲是很大的影响 台中另外一个五亿元的命案 今天这个五亿的高中生 他的母亲再次的被检方要求要来征讯 要来调查 九点半的时候出现 那母亲面对镜头 他母亲其实很少对外发言 但他今天喊出来说 我的儿子绝对不会亲生 因为台中地检署前几天告诉大家 他判定确实就是坠楼的 但是他母亲罕见的开口说 不可能亲生 现在包括所谓网路上的民众 有发起五亿高中生要真相 他们要上街头 组织一个社团 然后里面讨论各种案情 原本第一时间传出说这个下姓的男子 他的母亲也就是这个地震室的前妻要应讯 56岁看到照片出来 怎么那么年轻 这么会保养 这么漂亮 结果是急诊室的护士 要去查清楚说 这个死者在急诊过程当中里面 到底打了几针 为什么他的手臂上面有四个针孔 到底是怎么来的 要让这个死者母亲能够有进一步的获得证据 现在另外现在质疑说 夏南他当时在整个死者坠楼的时候 警察问他的时候 他说我不认识死者 好像路人甲一样 大家后来一翻身份证说 不对啊 死者的配偶然就是你 所以差一点变成无名师 当然就有提出这样的一个质疑 现在还有今天有个最新的 RMB现在之前就有传出来 有调查官也被骗了一千三百万 但是今天调查处 调查局的督导处说证实 这个王宏威的爆料是属实的 真的有 但是他被骗一千两百万 那一百万呢 他说一百万因为有利息 他有拿到啦 那至于外传说 因为他是调查官的身份 所以这个诈骗集团优先给他 这个一百万 让他安抚一下 他说没有 他只是利息而已 不是本金 这个检察官其实很可怜 他被骗了 被这么骗 这么大一笔金钱 还被利用 为什么 因为RMB的老师就利用 他说连调查官都不敢去报警 你敢报警吗 梁哥 这个匪夷所思 投资到一千两百万 也很惊人 对啊 一千三 一千三 一千三不是更惊人 因为一般人投资 占你现金部位 二分之一就很大了 我们调查人员有这么丰厚的收入 对啊 可也许人家有家底 有有主产 说不定去借钱 不知道 因为我们那个五一高中生也是因为主产 对不对 所以很难讲 不过那个五一高中生 那个案我就觉得蛮奇怪 因为事实上刑事刑事鉴定不是很容易判断 对 他是死后才落地还是自己跳楼 对 那个应该是鉴定的出来啊 对 因为高大臣就在质疑嘛 对不对 为什么会这个没有鉴定结果呢 嗯 就说从那个外商来判断 他那个高大臣他是认为说他是 这个发生事情之后才被人家扔下来 嗯 而不是自己跳 其实这个很容易鉴定啊 现在就变成是受害那一方 不愿意相信台中地检署的针犯 而且非常诡异的是 才结婚两个小时之后就跳楼 对 这个不是很诡异吗 亮哥我想请教一件事情 因为现在被害这个死者的母亲咬了一件事情 他说这个死者身上有四个针孔 台中地检署他原本是说法说 不排除可能是急救的过程当中 不过这个不是应该就要 这个是重点啊 应该在证办过程中我发布 正式发布调查报告之前我应该要做嘛 怎么会做完之后才急急忙忙去把急 急诊室的护士叫去查清楚 你到底是怎么插他身体的 啊那个四个针孔是打了什么东西 就不知道啊 我的意思是说你要做 你的这个检方要做对外正式报告的时候 不是就应该要先查了吗 怎么会今天才急急忙忙去补这个环境 包括高大臣讲的验尸 我也觉得很奇怪啊 这不是很容易辨别吗 而且他那个我们说是 户籍上登陆是他的配偶那位 夏南 然后还装作不认识不是吗 他会不会是心生恐惧害怕 那这样就变成嫌疑人啊 不是吗 这个太奇怪了 因为照理讲他应该要出来说明才对啊 不过总之最近是发生很多难以解释的事啦 像刚刚那个新北市那个案啊 我的直接直觉告诉我啦 如果四月就有跟一九九九通报 然后被压掉 那可能就是这个人后台很硬啊 有这么厉害的人啊 我事实上有这样的传闻啊 可是一九九九都会有记录耶 我知道 就是那个幼稚园他是加盟店嘛 那他的老板后台很硬啊 所以就没有处理啊 你是说他加盟进去的那个集团很硬 还是说加盟 不知道 不知道 你说你觉得他很硬 不是加盟者硬还是 加盟那个集团蛮大的啊 那个是一个有名的品牌啦 我们就 可是他们现在那个集团 也认为他们自己是受害啊 他说这个是个别加盟单位的这个问题啊 我知道啦 可是就是当因为现在 罗智镇那个有出示 他们板桥地区 这个议员跟他的对话嘛 所以就让人家觉得好像一开始那个幼稚园背后的力量是在阻止这件事情曝光啊 给人家这种感觉啦 可是我不知道那个时间点 怎么可能只手遮天 我不知道那个时间 那个时间点是四月还是五月 嗯 因为那个新北市府是说他 就是我刚刚讲的嘛 五月十四号报警了嘛 所以五月十五号就紧急做处理了嘛 那五月十四号之前在干嘛 五月十四号你如果说家长四月就去报 打1999啦 还没有报案啦 那如果都没有回应 那有这么多家长 而且看起来不是只有一个小孩受害 那怎么不会再打1999呢 应该就有一堆1999是同一案啊 而且如果已经有八个小孩验出有毒 那就没有什么家长意愿啊 就是全部都要验啊 对啦 那是不是说家长意愿 他是说他没有那个验头发的设备 不是我是说当其他八位小孩 光是验尿就验出有危机 就全部都验啦 这已经是犯案了 还在那边家长的权益 这就是匪夷所思啊 亮哥我要问一下 你们民进党是不是爱乡土 这个爱粉味 当然这个性骚案现在如火如头 那大家看到说最新的是 知名的这个媒体的蓝主位 但他现在是在政府的文化部監督的国家 电影中心当董事长 那现在出来指控他的是 知函文化协会的执行长朱立熙 他说我们政府用公卡 用人民的税金来豢养 这个这个这个字 字眼我们可能不太好 是直接讲 就说他是性骚的惯放 所以他早在超市的时候 听到这两个字 就觉得年代久远 他盗用了四位员工的 这个email的密码 寄给他很多不堪的这一些信件 那甚至还说 他的父亲是花柳科的名医 可以跟他临床指导 在自由时报的时候 也募集要求女记者 坐到他的这个大腿上 不过蓝主位 他是非常强硬的回击 他说绝对没有这回事 他说因为职务的需要 所以他有掌握相关的系统 但他从来就没有因为性骚扰 而离职 他说指控的这个人 是如此不实的公解 当然这已经变成是罗生门了 倒是有一个案子 现在在对岸如火如土很惊人 中国石油北京环球工程 这个国家企业 已经做到总经理了 已经是他们公司里面的党委书记 也是照片上这一位 居然大喇喇到成都出差的时候 牵着他的小三 叫做董思景的人 两个人大摇大摆 居然还让外拍的摄影师拍到了 拍的非常漂亮来看到这一个画面 这个就在成都里面 大庭广众之下 两个人十肢紧扣 手牵手 还穿群里装 然后这个女孩子真的是面容较好 身材也出众 那他穿的衣服 现在在网路上也热收 包括他手上拎的包包 现在也变成热销款了 那走路呢摇曳身姿 那身材是非常非常的辣 那这个画面一出来之后 大家想说 怎么有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呢 但没有想到 这一个画面一出来 立刻上了微博热收的第一名 因为原来他是小三 怎么会有这么高调的小三 不可思议 而且男生是国企的高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刚刚讲到同款的花群 在昨天新闻一出来的时候 一个下午就标卖了八百多件 包括他拎的那个包包 也是名牌款 也是标卖 现在传出来说 他们2014年考入中国石油大学 机械跟厨运的工程院 2021年硕士毕业进到相关的集团里面 那现在表现非常的优秀 这个男子叫做胡继勇 那胡继勇跟小三 还有胡继勇的太太 三个人都在同一个单位工作 小三是2021年的时候 7月加入这一家公司 那听说现在小三很厉害 本来大家就说 可能是这个国企老总包养小三 就后来颠覆这个新闻 原来是这个小三家世淵源深厚 是他倒过来包养这一个老总 所以现在真相逆转 高官胡继勇是被这个小三给包养的 小三在事情爆发之前 来不及关掉他的社群软体 他的社群软体上面有很多 展现他火辣身材的各种照片 尺度有点宽 所以我们都把他局部做处理 连女王有说 我都要被他掰歪了 我都抵挡不住他强大的魅力 然后故事 又再一次翻转一次 他原来不是天生的美女 这是他工作的照片 但是这是他求学时候的照片 判若两人 对比太可怕了 我本来 亮哥我跟你讲 我本来跟我们的团队说 我觉得要写网传 网路谣传 我说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是同一个人 就这次照片是他自己本人po在微博上面的 他说我念书的时候大概有八十几公斤 但是我透过健身运动 还有各种的这种这个打理的方式 把自己变成是现在如今这么火辣辣的样子 但我是这个只是有点匪夷所思 我只能说匪夷所思 然后他又不断的在网路上炫富 包括他说这个绿祖母 买到家里已经摆不下了 可能要去买保险柜 包括tiffany 哇各种款式的 他通通都有买 王必胜 这个我觉得这个老总 因为他们都 这两个人都被停止了 怎么会扯到王必胜 因为他们应该看到王必胜 结果会觉得说还不如在台湾 台湾就不会有事了 我想怎么看 其实这个新闻 他怎么讲 就是同时有太多的新闻点 跟也很好奇 所谓的human interest 跟people want to know 所以呢就会一下子就炸开来 那这个小女生的年纪 其实不到我的一半 现在年轻人的想法 你说他来不及砍微博 其实他真的很怕人家知道吗 我倒也怀疑 他那个影片是出现在抖音上面 就是他跟那个老总 就是他的想法跟你不一样 就是说拍那个影片的人 对外表示说当下 因为他太漂亮了 所以其实有很多摄影师都在拍他们 然后他们也没有拒绝 很多大陆的网友都想说 像这样子的延迟 谁能顶得住 就是意思是说 好像这个会跑去变成是小三 也是不奇怪 但是现在年轻的这个女生 他会很勇敢 因为现在是网络世界 他都会把很多漂亮的照片 PO出来 连刚耀州讲的 他原本比较体重 比较重的时候 或者是说 没有化妆这么漂亮的时候的照片 他也PO 那女孩子我倒是真的觉得 耀州你刚刚讲说 是不是同一个人 女孩子有没有打扮 或是他后来是不是瘦下來以后 然后再穿着 我觉得这一张 跟他现在穿工作服拍得比较接近 对 就是說其实如果有打扮 而且这个減肥 其实我觉得也不见得说 后续有做什么样的加工 但是他们对一项这样的事情 大家因为新闻出来以后 大家都跑去买这个花裙 一下子就断货了 大家都跑去买了 所以这种会引起大家讨论事情 可能那个国企的那个董事长 他现在总经理 他现在最最最惨 就是被停止调查 但有可能国企的总经理被包养 国企总经理应该也是地位很高 因为他自己的太太也在公司做事情 所以照理看起来就是他没有办法 把自己的这个收入拿去另外花费 所以你看年轻的女生他他不是靠你花费的 他就开心跟你在一起都在一起了 这是属于他们比较私领域的事情 不过当然他是介入人家的家庭 这个是不好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现在要请教亮哥了 同时间在大陆有个贪官 在江西担任他们这个县委书记 叫胡建勇 他记忆力惊人 他就是因为他涉滩他被关起来 那他的强大的记忆力救了他一条命 为什么他本来是要被判无期徒刑 但是因为他强大的记忆力 他把过去跟他有利益来往的三百多位 这些官场也好 在商界的人也好 全部一无一时的把他抖出来 结果再一路判判判判判就多次的减刑 从无期徒刑被判到有期徒刑 亮哥你怎么看 这个也没什么 李敏书记忆力也很好 这像不像IMB的曾国伟 记忆力很好 然后很多人有相关的利益 然后就会保护他 亮哥像IMB的曾国伟 就不断的翻出 说跟民进党的某个市长 跟谁讲过什么话 这是不是也是那种自保 曾国伟会不会也是减刑 我应该说政商关系很好人都是这样 就哪一天我忍不住 我嘴巴就变大了怎么办 那你就听得懂 对啊 他就会告诉你说我哪一天 这控制不住我就说出来 那你怎么办呢 这有点类似 不过我觉得刚刚那个女生 那个女生 这个应该是他自己po的吧 都是 对嘛 你是说牵手的那个影片 对啊 那个是摄影师po在抖音上面的 那就是外 街拍 就在马路上 就是看到路上有漂亮的女生去拍 就没想到拍到了那个老董 那当时街拍的不止他 很多人都有拍到 只是那一个街拍 那表示这个老董已经被那女生控制了 不然这个老董不可能这样走路了 一定是那个女的就说怕什么 就跟我一起走 那男的不敢拒绝 不然你当官的人 怎么可能在街上拍这种照片 所以他当下是被沼肉抹了 或者被那女生控制啊 因为那个女生愿意拍嘛 结果那男生就这样稀里呼噜 就跟他走了嘛 哪有人那么笨啊 还是那个女生也有给他喝巴比托 这个我不知道啦 可是就是写来那个男的 这样走势会出事的嘛 那怎么当下他就没有这样 没有想到这一点啦 梁哥他小三嘛 那老三餐盒 你怎么看 国民党昨天中常会 这个侯友宜本来要去跟 国民党的人士换换了 但是就被拍到说 他有老三的餐盒 那侯友宜到了晚上 因为大家太多人在讨论说 国民党是不是有内贼啊 故意给侯友宜来看 是不是挺郭人士 在这边搞这些小动作 当然国民党说没有 我们本来就吃老三的餐 合餐啊有什么问题吗 现在包括 距离很远 距离蛮远 不一定 但叫来跟距离没关系 因为国民党的中常党部 在巴德路二段二百三十四 就是中山区啦 所以同一区 是同一区 老三是在 他从龙江路那边过去 因为以前国民党的中常会 就是订老三 没错 结果他们确实是常吃啦 可是问题是 刚好就被人家逮到 这一个制造话题 那侯友宜到了稍晚一点点 他就坐在里面拍了个影片 我个人是觉得 希望他可以再更自然一点 他说吃到老三餐盒很好吃 那我会更努力的要拼到第一名 要拿到冠军 然后这家店的店家 我觉得这家店家 就比侯友宜的团队还反应快 而且反应的很有趣 他小编说 怎么突然上新闻 电话狂想 笑到三哥原地下班 然后他说 因为友台有拿了其他照片 说这个是回馈地方的 才这个组合八十块钱 我们卖给这个国民党 侯市长吃的老三 是这一种 价格多少呢 麻烦你电话跟私讯 所以他小编的反应 我觉得比侯友宜的团队 都还要更顺手一点 亮哥 接下来要问你正合 这个听说不止八十 当然 现在那八十 听说八十 对 没有啦 这个 八十 一百五 不可能吧 你说没有那么便宜 对啊 这样子 我听多是 骂人的那个价格 那搞不好人家买得多啊 应该是骂人的那个价格 那老三就给国民党一个面子吧 以后这个公司名字改成老大餐盒 台北有另外一家叫老大 他有没有吃过 不是他那个老三餐盒 常年在跑国民党有没有吃过 没有我那时候在跑国民党的时候 他们没有吃这个 那时候马英九很酷嘛 老九 马英九应该是吃那个铁路便当 马英九的是 对他喜欢吃铁路便当 而且中常会两点才开 所以不公餐 对 所以我们以前跑国民党是这样 第二个其实 刚要再讲 事情发生了以后 如果说你去跟中常委见面 有个很重大的政策出来 那大家都报道那个 说实在的 老三饭盒推进去 没了理他 你就是个花絮 就可能那张照片 可是为什么变成这是重点 表示你没有其他重点吗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他记不得中常委的名字 那其实我说实在的 他后续拍那个影片 他可能是想要自我解草 今天我吃老三餐盒 哇 越吃越耍嘴 对吧 其实他应该可以讲 你知道大家 那因为昨天侯友宇生日 六月七号 昨天中常委 为什么侯友宇也要去 他去拜会中常委 他像到处拜会啦 結果拜会中常委 吴亦丁的名字叫不出来 那这样没有新闻点也太 所以新闻点 就是两个一个吃老三便当 民调老三 第二个就是叫不出中常委 如果你帮他写脚本 你会怎么写 我跟大家讲 其实他可以把他自己的声事 讲出来 大家观众朋友 你们知道侯友宇有几个兄弟姐妹吗 四个 四个 他就是老三 侯友宇就是排行老三嘛 吃这个便当 今天吃老三便当 不要笑 吃老三吃老三 今天因为爸爸妈妈没来 今天我生日去吃老三餐盒的鸡腿 我四行生日 爸爸妈妈 你怎么没有紧急打电话告诉他 我是侯老三 我吃老三便当 但是我虽然是老三 我口是比赛都第一名 就好了 这是不是就像我讲的 他爸爸是卖猪肉的以后 就不忍嘲讽他 现在网路上已经有人在嘲讽他了 两个现在是不是觉得 他影片嘲讽他 重金礼聘 黄伟翰当发言人 对啊可以啊 伟翰那我顺便请教一下 因为现在这个 清美啊 是三位候选人 共同的一个方向 那AIT的主席 罗森伯格來到台湾 当然昨天我看那个新闻发布的顺序 我再这样讲 他到新北市见了侯友宜 但是相关的内容 还有照片都没有释出 到了比较晚一点的时候呢 就释出了一张 是在板桥火车站 侯友宜送他去板桥火车站 当然跟他也在新北市走一走 那这时候就有一个媒体 側拍的照片出来了 曾明宗在这个会面过程当中里面 他也有参加 但是话说细节不能转述 新北市政府第一时间说 相关的内容必须AIT主动的对外发布 但隔天一大早6月8号完全不一样 他去见赖清德 赖清德还在台南 包括去看这个博物馆 包括吃这个刹冰 所有的媒体都可以跟着他 然后是公开的行程 那同一时间我们就看到 新北市政府补上了一个东西 说他们昨天有放天灯 这个是新北市政府对外发布的 那相关的声明也终于出来了 说昨天会面 大概谈了哪些东西 另外一件事情 现在有个新闻 很多这个支持钓鱼台 就是台湾的寸土不浪的人士 会非常生气的是 柯文哲到日本去跟NHK说 台湾人 台湾的渔民 没有想要钓鱼台 但是他现在相关人士 就把他全文说 台湾的渔民 其实不是要那一块土地 是希望至少可以捕鱼 因为我们现在二十四海里面 捕鱼是会被驱赶的 所以他是跟日本政府呼吁说 你至少要让我们可以捕鱼吧 你看 好我很快讲 因为其实我觉得侯友宜 还是太保守了 我们就是论是三组候选 我们都评点 美国的AIT的这个主席 他不会说完全不公开的 因为今天的赖清德就是作证 而且接下来还有 还有柯文哲 发布与否 是不是要尊重他们 我告诉你 他都可以 不然为什么赖清德 可以全程媒体都拍 那侯友宜干嘛不直接发布呢 所以我的判断嘛 侯友宜方面自己谨慎 怕说跟美国的官员 AIT官员在见面说 是不是有讲错话 而且他也不想要 所以你意思是说 他去拜会那个行程 其实也可以开放采访 当然可以 也不然现在为什么天灯照片 昨天不出来 今天才出来 我这说话 就是我的了解是这样 那人家不知道 都会以为是规格不一样 没有啊 当然他是想要见猴友宜 他跟猴友宜可能最陌生 可是他一定有开放的部分 如果有什么东西不开放 这个是国 这是国际外交上面 非常common的事情 如果我有半个小时 我们要密谈的话 在媒体面前讲说 接下来不开放 这没有问题的 可是不会从头到尾 只有在板桥车站 一起去送车喔 一起去明显喔 送你上车啊 不是这样的啦 而且那个放天灯 怎么会不能拍 那个是罗盛顿跟喜欢的 美国的外交官很喜欢 融入人家的文化 所以你看有沒有 你知道新北市 翻天灯远远超过那个吃刷冰的 所以其实那叫姚慶瑜嘛 對不對 那个秘书处长 就是姚慶瑜的妹妹在新北市 他应该就讲说 来我们新北市 我们的特色文化是什么 放天灯 戴羅森博格局 但是他就没有要开放记者 他怕中间如果有什么东西 又被人家做文章 他太保守了 那你看像賴清德 他就挑在台南 因为他是台南之前 他怕记者东问西问 對啊 但他可能怕那个互动 他的英文没有那么流利之类的 我看他可能不想让大家看到 但其实这有点可惜 我要最后三十秒请教一下 柯文哲这到底怎么回事 柯文哲他所讲的这个内容 他說臺灣有渔民这样跟他讲 我今天打电话到日本去问他 他连那个渔民是谁要告诉我 是真有其人 我说是幾年前 他说幾岗前 幾岗前 幾岗 我也去查了一下 因为觀眾朋友 我以前跑中府 二零一三年 我们就签了台日的渔月协议 他在那个就是一定的范围之内 是可以捕鱼的 可是问题是现在目前这几年的状况 我们是二十四海里就被驱赶了 对 但是现在就是说 在这个蓝色协议可以捕鱼的部分 在过去的去年前年也都出现了 我们的渔民 在这个蓝色可以捕鱼的部分 一样被驱赶 所以我现在不是说 所以柯文哲转达是说 你至少让我可以在那区域里面捕鱼 但是柯文哲不是说我放弃主权 那你让我捕鱼 他也不是这样讲 他说主权中心既然大家都坚持 都是我主权 中国大陆也坚持 那个钓鱼台 钓鱼岛是他的 所以他就说先放下这些隔制争议 但希望渔民能够捕鱼不被驱赶 我觉得他也没什么讲错 不过被批评就批评 因为他讲得很直很白很白目嘛 那就被批评 他的特色就跟其他两个候选人确实不太一样 更多精彩话题别走开 马上回来 他说一般台湾人 渔民不是要跟你抢 他是讲渔民喔 他有讲渔民 他的原文有讲渔民 可是你这里写一般台湾人啊 就一般 对啦 他不管渔民或是台湾人 渔民也是台湾人 意思是说台湾人没有要去跟你们抢这块土地 他至少希望可以補 你说何有余这款是两百五 有个谐音啊 这样一个要两百五也太贵了吧 老三便当这么贵 是两百五还是一百五啊 我听到的是一百五 一百五喔 一百五这样很便宜耶 对啊 不这样也真的不价值 青岛排骨一百啊 这样真的价值说不到两百五 没有吧 青岛排骨不止一百吧 一百啊 本来九十五啊 现在变一百啊 没有没有他涨价了 有什么 已经到一百 没有啦 而且周长 有 廖州他这个并不是双煮菜 对啊 所以不太可能两百五 一点五煮菜 对啦 所以是一百五 我不会等一下小三的小编在脸书说 国民大会你必须要跟我澄清 青岛排骨刚刚一百二 青岛排骨的鸡腿鸡腿价格 你知道现在多少吗 我都讲排骨 一百三 真的吗 一百三 那个菌月排骨 现在一克也是差不多一百四啊 你有趣啊 没有 是人家很震惊 传给我 一百三 排骨也一百二了 对 对 拜托之前九十五耶 那时候青岛应该一个便当才六十吧 对 怎么会已经一百二了 就涨很快啊 韦翰你把瘦巴瞎起来 因为我前阵子看到这个照片 我也是惊呆了 五月二十四 那就前几天而已啊 是啊 啊真的喔 嗯哼 穿骨不去吃了 嗯 韦翰还停留在一百块 那几百年前 不是我本来还想讲九十五耶 九十五是很久以前 九十五至少有 那你真的太久没有去 没有跑新闻 也没有很久啦 九十五大概三年前 七八年前 没有啦 九十五耶 真的啦 今天啦 九十五还变一百 所以你现在要讲说青岛排骨 在三年之间 从九十五变成一百三 一百一百二 我想我都 我都是讲排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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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一百二啦 排骨一百二啦 对啦 但我是说鸡排 鸡腿一百三 你长下 涨下25% 可是他的鸡腿变单 一百八我也会吃 均约一百六对不对 均约大概一百四 可是这家真的好吃啊 他鸡腿我一百八我也会吃 你就现在排骨都吃鸡腿啊 对啊 他是叫青桃排骨 不是叫青桃鸡腿呢 管我 干我屁吃 你为什么要吃鸡腿 你怎么要去金月排骨吃 金月排骨 金月排骨 金月是金月排骨 金月感觉不一样 金月鸡腿 他刚才被叫鸡腿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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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说我要鸡腿 哎呀 亚洲啊 那个鸡腿都是冷冻鸡肉 不管他的 外食就本来 欸我们现在都有出去喔 亮哥 亮哥你现在是讲一般的鸡腿店 对不对 不是指青岛吧 我青岛我不知道 你这样会让人家误会 亮哥哥的身份地位 哪有可能跟他们赶快 没有一个小医生 烏克兰战争又很久了 很多台湾的年轻人也去当志愿兵 不过最近有一位叫做陈希的 他回到台湾 他讲述了一件事情 说同样是台湾去当志愿兵的 有一位姓潘的潘兴男子 他居然对他同一个阵营的人 出现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拿手榴弹丢他的战友 现在被囚刑15年 这个潘兰他跟同队的中国队 队友起了纠纷 那甚至要制作手榴弹做陷阱 企图要炸死他的指挥官跟队友 然后最后要嫁祸给中国的队友 陈希爆料了这件事情 没想到他就对陈希 还有包括他的老外的队友 丢了手榴弹 所以他的同行的人 有人被炸的整伤 全部都是伤 那现在这一个人 准备要接受这个15年 求刑15年了 至少10到15年之间 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昨天震惊全世界的这个水坝 被炸的事情 现在还没完没了 因为水位不断的在持续增加当中 那至少还要到四到五天才会开始慢慢的消退 要紧急撤离相当多人 那俄罗斯扶植的市长有出来讲 现在一秒钟就会跑出多少水 三万立方公尺的水相当的惊人 会造成生态的一个浩劫 那有几个很大的问题 第一个就要请教亮哥 他说一般这个水电厂呢 他的施作的过程中设计的时候 他是以抵御原子弹的设计来做成的 那你到底要怎么把它炸开 从内部炸吗 另外一个红十字会告诉大家一个很恐怖的事实 他们正认真的在做扫雷 定位把这些危险的东西要清除掉 结果所有的定位 因为这场大水全部通通付诸流水了 那有人讨论说翡翠水库 这个台北市如果一旦被炸开 一旦溃体的时候据传台北市至少会淹到七公尺这么深 那讲到包括他上游的核电厂 现在也出现很多的危机 那讲到核电厂辐射 今天整个亚洲有一个话题 日本他不雇其他国家包括韩国 这亚洲各个国家提出抗议 他不但继续排放废水 而且加码到六千吨 那现在包括香港就说这样子绝对有问题 然后福岛附近的鱼米他们测出来 这个鱼超标了 辐射超标了一百八十倍 香港方面就说好 我们立刻紧急采取措施 这些地方有高风险的 我们不止他 禁止他这个卖进来 卖到香港去 但是我们原人会说 这四年后才会到台湾 挂保证绝对没有辐射安全的鱼鱼 亮哥 我们福岛那个不是公投允许他进来的话 所以是我们自食二国 本来就是啊 那我们那个公投有包括这个辐射水吗 呃 辐射水这是另外一件事 我们是那个福岛周边的食品嘛 对啊 那柯文哲也说日本人能吃 台湾人也可以吃啊 表太支持 这个乌克兰这个水壩 表太支持辐射水喔 不是他讲的是食品 对啊 他就说每个日本人也在吃啊 那柯文哲去的时候有没有讲到这个水 没有 他是在讲福岛周边食品 最最最该反应的话题 这个议题日本首先面对 韩国中国俄罗斯的抗议 对啊 所以还有得吵了 这个乌克兰这个水壩 坦白讲不是 我认为不是一次性攻击就贪方的 哦 因为这个水爆非常的大 对 他影响了三百多万人的用水啊 那 应该是周边陆续有被破坏了 周边啊 然后最终到达了临界点 就崩塌了这样 可是坦白讲找不到真正的凶手了 因为 俄罗斯就说乌克兰 乌克兰说是俄罗斯 美国说搞不清楚 对 可是你去看那个受害的范围 坦白讲两边都有事 两边都有事 对因为那个赫尔松 德里恩伯河以西 现在已经让给乌克兰了 那那个地方就淹水嘛 可是问题是 你如果把这个水壩给炸掉 那克里米亚以后就没有水喝了 所以等于是俄罗斯也受害 乌克兰也受害 所以你说是哪一方的军方 刻意去做这种事 所以两个是以结果论来讲 绝对不可能是他们两方 两边都受害 那总不会有第三方吧 有啊 有可能是双方失控的激进派 你不知道嘛 因为这件事情非常严重 它影响到生态的变化 因为造成那个机油倒到水里面去 那那个地方本来有很多农产品嘛 水厂嘛都受到影响 所以安理会为这件事情 特别开紧急会议 因为战争不可以打民用设施 那是战争犯嘛 这个是违反战争法啊 而且你如果水壩可以炸 我怎么知道你接下来核电厂会不会炸 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事啊 因为这个水炮影响的人实在太多了 所以安理会现在开会嘛 所以要采取紧急措施嘛 可是现在你去看那个照片 就是整个都被炸 我看那个事态持续在扩张当初 然后会造成乌克兰做反攻的 严重的障碍 因为你的车子 都是水了啦 车子都泡在水里面 你怎么进攻 这个有点类似抗战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国民党那时候把那个大花园 那个水坡给他炸掉 那为了阻止日军往前走嘛 就淹死了上百万人 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死亡那么多啦 不过确实造成很多人无家可归啦 我看 那个韩战在1950到1953的时候 到最后1953年的5月15 美国开始炸水坝 凸山水坝 茶山水坝 后来两个月后 七月二十六就结束了 因为你水坝一炸了以后 水坝的水下来 下面数以百万计的人 没有粮食容易生病 而且呢 整个受阻碍以后 没有办法再打 然后呢就开始有饥荒 失去战斗意志就投降了 所以你今天 饥荒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今天美国粮食期货力 起早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为什么难 就是难在说 他那个水坝炸了以后 他在那个聂伯河的西岸跟东岸 是分别是乌克兰军跟俄罗斯军 两边都有人受害 如果单一受害 就知道一定是另外一边做的 但两边都有 所以就莫名其妙 那刚又在问我说 那个我刚去查了一下 福岛水这个事情 柯文哲在日本也有讲 他说他相信日本 应该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应该会做好的处理 他的说法是这样 他是提出抗议吗 还是表达 没有没有 他认为日本应该会好好处理 所以相信日本会处理好 所以他有做这个表态 好更多的话题 我们休息一下别走开 马上回来 对啊 其实我觉得他越来越 他主体是站在绿的立场 然后讲出一些比绿更有弹性的话这样 你们侯侯都没信没免 有啊他很多新闻 侯老三 老三如果叫做新闻 拜託 哇下飙亮哥飙彰化 侯友宜到底是发什么新闻 不是他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新北市那个 胃药 他要出来出力 他要小心喔 因为我觉得民进党现在有 有开始在做那种操作的感觉 家长怎么会爽嘛 小朋友才几岁 送去那边胃药 卫福部教育部都发动 都动起来了 对 然后还有新北市民进党 但我觉得 以小朋友生命来讲 这件事情 你如果光是单纯的从 政党工坊 选举工坊来看 这个就有点傻了 你要拿出十足的诚意 立刻放下你手边的工作 赶快把这个事情 徹底调查跟徹底解决 给大家一个说服得了 比如说四月底 到底有没有报案 然后四月底 我刚刚又查了 新北市政府说 没有我们就是五月十五 有时候家长来 是啊我刚刚新闻就讲了 他说他坚持说 他们是五月十五 这个说法就是有问题 就没有彻查 因为你当你讲五月十五 就有问题 因为人家五月十四 就跟警察局报案 对啊 你只要强调五月十五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们今天看到四五 那新北市警察局 不是新北市政府的一环吗 不是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像亮哥讲的嘛 那四月底你说 你就要去主动的找 被赶红路共 主动的找这个家长来 请刚才了解说 请问你是哪一天哪一个 晚上什么时候 打去哪里 然后我们去查 怎么没有报案记录 说1999有人吃案 不是我们 就是你要彻查 就立刻停下 你现在的动作 搞不好这车 因为这事情会烧得很大 那时候我觉得会有个大麻烦就是说 虽然他1999有时候查不到 报警也是五月十四 可是四月的时候 就有跑去教育局反映了 那教育局还去跟那个 幼儿园说要拿监视器 可是幼儿园回答说 四月监视器坏掉了 那你这样子怎么算没有 那个是四月吗 对啊 这个目前是检方 就是这个还没有 是家长跟 是家长的说法 所以我就跟你讲 有太多疑点 然后又跟小朋友的命息息相关 真的是要谨慎处理 要谨慎处理 然后那个幼儿园是五月十二才宣布七月 七月停止营业 对啊 对吧 他有这种 现在还有一个说法 说那个幼儿园背面 同一栋大楼背面 是某一个立委的辅助 不过我就怀疑是 他知道要出事了 某一个议员 所以立刻决定停止营业 应该知道 因为他四月的时候 家长就在跟他讲这件事情 所以就立刻停止营业 对啊 因为他只是加盟店 啊 他楼堆了 零五春跨了 太棒了 哎呀 所以乌克兰会 战争会因为这个水库 会延缓 延缓出兵 没有啦 这么个洞不要来啊 哦 日本曾经宏吉一时的广莫良子 他昨天有个爆炸性的新闻喔 他传出来跟米其林的大厨 也是照片上这一位 鸟语周作呢 被周刊给拍到了 他们进出了约会的场所 还有包括饭店呢 是连事后出来的这个照片都有 但广莫良子 纵使这么多的照片都拍了 他说怎么可能 我是三宝妈耶 我三个孩子 我不会有做事 不伦的行为 他坚决否认 但他的经纪公司没有挺他 他说 经纪公司说我警告喔 你个人行为 你自己要去承担喔 他的老公也没有挺他 他老公说我不予置评 然后随后就点出了很多的蜡烛喔 那大家也去支持他 声援他 疼惜他 所以有没有 这个答案已经非常明显了 广莫良子以前长得很清纯 很清亮通透 那广告女王广告接不停 大家都很喜欢他 但是这几年他给来的 给人家的形象 给人家就好像是肉食女的形象 比较强大 有七段的情史 包括大学时代交的男子 伊士谷友介 跟他交往分手之后 甚至还传出 他有各种疯癫的一些行为的表现 2001年他男朋友是金子贤 他的前夫是钢泽高虹 他有人说他是工具人 当这个广莫良子 想要脱离演艺圈的这个 羁绊的时候 借着跟他结婚 暂时脱离了这个演艺圈 结果后来他发现 演艺圈还是很重要 跟这一位前夫的婚姻也就结束了 2014年婚外情的对象 佐藤健更轰动 那刚刚讲到的 他外遇的对象 鸟宇周作呢 现在在网络日本的网友上面说 他是这个同志界的板桥还奈 刚刚讲广莫良子 号称是日本二十世纪最后一位的美少女 而这一位乔本还奈呢 他号称是日本千年一遇的大美人 尾翰 两个都是很漂亮的日本明星 我都因为我常看日本的影视 我都认识了 那龚文良者是我们这个年代的女神 那他的感情这么丰富 你看到佐藤健跟伊士国友界 这两个这么帅 大家想说是不是 你什么意思 你今天这个是鸟宇周作 你说行差很多 但如果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他否认啊 人家是米其林一星的厨师 对啦 如果以外型来讲的话 当然是佐藤健帅啊 佐藤健最近还拍那个 他可能不看外在 不是 我是听说他炒菜有个技术很厉害 他很会翻 是 没有错 我说炒菜 亮哥 你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人家那个 拱不了只说他没有 还是要尊重他 他说他没有 但是 请问三宝妈 就不会不倫 这是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是说我是三孩子的妈妈 所以我没有 他意思是说我不会乱讲 可是你要看他的 这个经纪公司没有挺他 日本的经纪公司 对日本的艺人 因为周刊已经拍那么清楚了 所以这个东西是这样 又牵涉到失聪的事情 很难评价 不过我们这个年代的人 对于广莫良子的记忆是非常的深刻 就是他是很红 而且也跟那个法国的那个尚内洛拍了很多片子 也跟那个高昌監拍了 他拍那个法国电影的时候 盧沛松也曾经把他约去房间 一对一的指导他 有吗 有 如果他有来住台湾 他可能me too 就会写一篇了 我都只记得广莫良子好的一面 他拍的电影都很好看 他当时非常红 而且他年轻 只有十七岁的时候 就上了日本的红白大赛 红的不得了 会演戏又会唱歌 他以前最红的时候 甚至有一部戏 他演外星人 然后讲话就很奇怪的腔调 但报受欢迎 因为他实在长得太漂亮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再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这个大网红 他是大网红 他是厉害的 然后跟他接触过的人都说他很温柔 虽然他外表很粗狂 搞不好人家还有深夜食堂 什么啦 深夜食堂 就是广莫良子肚子饿了 深夜就来我这边吃个小夜 不敢接话 有很多女生就是喜欢这个 巧本还赖你知道吗 巧本还赖我真的不知道 巧本还赖我真的不知道 什么叫做 你弄扳桥 扳桥还赖 你不知道 因为我被儿童的事件 我根本怎么扳桥还赖 我你呢 被小朋友的事情太震惊了 不是巧本还赖 巧本还赖 而且什么叫做同志圈的巧本还赖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同志圈里面千年难得遇遇的 就是很古主的 巧本还赖你不知道吗 我是说这个比喻是 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 巧本还赖很受欢迎 没有 那你拿他来做 他是同志圈的鸟语周座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他是Gay圈的巧本 对对对 我一直说 是Gay圈非常受欢迎的一个人 好难想象 我觉得亮哥在同志圈 应该很受欢迎 不敢说 同志圈第一名是段宜康第二名 放五湯 真的假的 第一名是段宜康 因为同婚法 那是情感支持 是 但亮哥应该是 同志圈 你不要小看他 在美国的募款都是大佬 对对 因为经济能力很强 像韦翰这一席也极受欢迎 应该是最受欢迎应该是亮哥 同志圈 亮哥是 你没去鸡肉啊 你去鸡肉出来 你去鸡肉出来 你如果是鸡肉出来 你如果是鸡肉出来 就鸡肉 就鸡笑了 尾翰我带你去好了 去鸡肉就鸡笑了 你可能鸡肉 我带你去让我们全程开直播 搞不好抖内满点 有可能 被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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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揍的几率应该也不小 挺高的 可能衣服會被罢光 比较有可能 蕭文化那很可愛啊 我等一下看到他是王者天下 很可愛 我只知道广莫良子 因為广莫良子 那個時候有一段時間 真的大大小小廣告 都是他 對啦 很紅啊 很紅啊 我剛剛忘記講一件事情 你有看那個嗎 那個叫做高昌間的那個啊 哪一部 那個火車的 還有那個啊 海灘藍海也是他演的啊 最近的啊 我講一部大家有印象的 送行者 送行者 那個太太也是他 沒有啦大家比較有印象的是 哇塞米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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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那個電影啦 哇塞米啦 可是他後來 盧貝松真的很多次 鐵道遠啦 婆婆也來電影裡面啦 他還有個事蹟 他有個紀錄 他是日本女星裡面 第一位 第一位 有很多大家不能理解的 冥冥之中的力量喔 有一個男子 因為他詐騙人家喔 車手要去領錢 大家設了一個陷阱 沒想到 他發現說有陷阱的時候 這個車手開車 準備要逃 結果後來撞到旁邊萬應公的石獅子 就被逮捕下來 跪在那邊 這兩個真的太可惡了 車手真的是下地獄 那現在在泰國有這個神機喔 有一個知名的台灣的部落客呢 他PO出了他到泰國 有一個大地女神的神像喔 那因為他的上身是裸弱的 他就去摸了他 有人就說這樣不 這樣子會有報應喔 但是另外一派就支持他說 他也不過就是一塊石頭而已 有什麼不能摸 但有些事情就比較離奇了 泰國的羅永甫 他們當地有一個巨型的女海妖的雕像 但是現在新聞上 這個雕像有兩座 一座是這樣 一座是這樣 那有一個男子在一年前他許願 如果未來之後我中了樂透 拜拜這個海妖 他說我中樂透呢 我會還願 還願的方式就是回來 我用這個西雲的方式 西雲他的胸部來滿足海妖 後來他真的中樂透了 他就真的也還願了 做了他許願的那個動作 但是後來居然造成當地全村 離奇死亡五個人 而且每一個人都是慘死 但我也覺得很奇怪 你都跟海妖許這樣的願 他也讓你如願了 如果沒有還願 這不是會有更大的問題 那加拿大也有出現一個狀況 有一名女護士 他們家住在溪流旁邊 有森林他就裝了監視器 結果意外地捕捉了一個 讓他毛骨悚然的畫面 有兩位幾乎這個刺身裸體的女子 他們這吃的地上這個是鹿的屍體 他很驚訝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難道是傳說中的女巫嗎 他很驚訝 臺灣的詐騙沒有人制服得了 這個萬應公 昨天才開始相後鼎盛 被詐騙的人 現在要不回錢嗎 你看快是IMB二十五億五千多個人 雖然那個曾應峰落網 但錢拿不回來 大家去拜拜 拜託萬應公 你看那個畫面跑出來 他警方埋伏是一回事 後來車手是開了這個雙兵名車 在追在跑 他就撞到萬應公之後 卡住了毛頭罩就落網了 所以其實這個一定會傳我 這個新聞其實反而是馬仔莉 他一般撞了其實是可以跑 他居然卡住了 對嘛 他就是 他就是他就是在那邊落網 所以萬應公 萬應公 現在所有被詐騙的人 詐騙遇到萬應公就會落網 對啊 所以大家因為現在臺灣被詐騙很多 這個是詐騙的 他詐騙人家以後 然後他去取款的時候警方 因為他要報警 他發現我被詐騙要叫警察來 結果萬應公的那個廟前 把時事撞到以後 那現在被詐騙的人可能都會去 對啊 我就說 這次新北市 大家可能就會去拜託萬應公 看可不可以幫幫忙 讓我被詐騙的錢找回來 讓詐騙有的人落網 我相信這個會傳 傳為這個臺灣南北 大家都會去談話 談面這個話題 他要車手去他 搶手機 對 就不要做壞事啦 做壞事 我是希望他不管怎麼樣 都會出狀況 我看他警察在追的時候 他也開車開得很慌 也是很厲害 要不然的話 因為他嚇到啊 他那個車是 如果他真的開得順算警察應該抓不到 應該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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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